大树下垂挂着不少大竹篮 里头白满百合兰花等花卉 而在回风吹拂下摇曳生姿 也为秋天的萧色增添了极许浪漫氛围 为了行销在地花卉 并增加后里花都的知名度 后里区公所推出花卉艺术节活动 创作内容非常的丰富 当然结合我们后里在地的特色 也就是爵士好乐美酒花香 里面就是有我们的萨克斯丰红酒 我们的农产品还有我们的花卉 集中的基盘比赛 可以跟我们后里的一些火 一些水果还是说我们的产业 我们的营业 萨克斯丰红业 这样提供出力 后里地区的花卉 每年产值高达30亿元 在重面积跟产量 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 而这一次的花卉产业活动 主办单位就是利用包含 百合跟兰花以及火鹤等花卉 让大家发挥创意来布置 有的监合在地产业 萨克斯丰脚踏车 有的还摆放成以黄色小鸭为主题的装置艺术 让前来赏花的台中市长也赞誉有加 微风吹拂 好像羽毛都会动 比较活 那其他出名的黄色小鸭 是塑胶做的PVC 而且是外国人的作品 所以我觉得 由台湾的原创者做出来 像这种微信蓝小花 小鸭 让我们大家更感动 一个地方一定要自己人爱 别人才会爱 所以后里地区的花农 花这么多精神 花资源花钱 去争其斗艳 就是希望大家知道后里的好 主办单位表示 今年的花卉艺术节活动分成七区 包括有花道走廊 还有色彩缤纷的花卉墙等等 而活动展期将到18号为止 也欢迎大家一同来共襄盛举 见证后里花都之美 记者王胜炫 台中采访不到